透過書法創作 藝術家也希望能夠帶領大眾 認識傳統的文字之美 宋耀偉書法家將老烏瓦 和古錢碧意象融入作品 將古碧以仿拓碑手法印在宣紙上 再以金粉書寫 金與藍的對比 讓書法有如畫作般 更顯金碧輝煌 所以我把主題定在草書的身上 裡面大概有十幾壺都是草書的表現 像牆壁那邊有九壺連續的 那都是草書一筆書一筆下來 這是我這幾個月對草書的一種感悟 一種體悟 藉由這次展覽 我個人對草書的理解 整個的展現出來 這當中我還有寫到 用禮書、用金字的禮書、金字 寫那個無相送 我們佛經裡面的無相送 把它寫在這個藍色的紙張上 那金色配藍色 相對的它的整個的 整個的那個 的情境就會跳脫出來 非常明顯 那其實我個人在寫這個無相送的時候 內心第一個要非常的平靜一下 因為唯有把心平靜下來 我們才能夠真正的把內在的這種書法的精神 甚至把無相送的精神整個的展現出來 那在用筆的時候呢 要非常的緩慢 不能快 不能快 因為那個金粉 你要能夠吸住在紙張上 而且呢 要很明確 要很明晰 不能夠 這個有太多的 太多的不清楚 所以這也是一個很大的一個難度 但是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就是要定下來 把心定下來 慢下來 這樣子我們把一個筆畫一個筆畫 下去把它寫好 這樣子自然而然呢 就能夠把這幅作品展現得更加完美 宋耀偉說 中國文字造型變化多 放在不同文物上 就會展現不同的美感 希望帶領學生認識文字之美 時方新聞王天倫 鄭政浦高雄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